題目告訴你 f 的 x 等於 a 的 x 次方 好,然後題目給你條件是這個 f 的 k 等於 125 好,我們先把 f 的 k 帶一下 f 的 k 等於 f 的 k 就等於 a 的 k 次方嘛 因為這裡 x 的 x 要一樣 所以就等於 a 的 k 次方 然後他說等於 125 ok,所以我從前面條件我已經知道了 這個 a 的 k 次方就是 125 好,那下一個我們看一下 f 的 k 次方 根據題目要求 我們一樣,是不是變成了 a 的 k 次方 對吧,因為這裡負 k 這裡就負 k 好,那你要想的就是 你如何把 ak 次方 跟 a 的負 k 合在一起想 那其實就很簡單吧 a 的負 k 次方不就等於 a 的 k 次方分之一嗎 你有講過嗎 次方如果是負的話 只能是倒數的意思 ok,啊這裡呢 a 的 k 次方我已經知道是 125 所以這裡分母的部分就寫成 125 所以大概是 125 分之一 ok,好,這是第一小題 那第二小題的話呢 他在問的是 a 的 2k 好,那這個就一樣的做法啦 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 a 的 你看吧,這裡寫 2k 這個把這裡的分次方一樣 改成多少 3分之2k 好,那我給你的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題目給我的條件 我最後找到的是 a 的 k 次方等於 125 所以你想辦法把這個 這個數字呢 改成的是 a 的 k 次方 所以我先寫 a 的 k 次方 可是問題來了齁 這裡不會有三分之二 怎麼辦,就放外面 因為相乘就代表括號的意思嘛 好,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 a 的 k 次方 放進去就好了 這樣會啦齁 所以你要做的方法就是 把 a 的 k 次方併在一起 然後三分之二方外面就好了 然後最後在一起三分之二次方 會啦齁 好,然後再把這個 一二五呢 改成五 所以要等於五的三次方 一二五就是五的三次方嘛 然後外面還有三分之二次方 所以整個整理在一起 變成五的二次方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就等於25 OK,那就是答案 好,這個你看一下